今天这期视频不把它看完一定是令人生的损失 男女主的邂逅来自一次后空翻 本以为只是部纯情恋爱翻 没成想第二集直接成了理翻记事感 色相味俱全 但又不失甜甜的狗粮 画风最精致 内容最下饭 到时候年度动画版无悬念了 猜到是哪部新翻了吗 说的就是这部恋上换装娃娃 又名更因人物坠入爱河 男主五条鲜菜在小的时候受阻不影响 迷恋上了女儿节娃娃 从此立志要成为工匠 此举被青梅竹马评为怪异 恶心对他进而远之 抱着这份创伤来到长大后 上上高一的五条依旧潜心制作女儿节娃娃 与同学没有任何共同话题 他心中惧怕 自己的兴趣会困扰别人 这天 女之神打了个喷嚏 烂名女主喜多穿海梦 一个经费满满的后空翻 鹅角撞上他的桌子 哇 这 不痛吗 事后他迅速道歉 两人也初次对上了话 海梦与男主截然不同 是班上的中心人物 恋爱的外表奔放的个性 让五条不惊多愁两眼 这间朋友说起昨天 他被帅哥打扇一试 帅哥走上前 只向包包的公仔挂饰 大笑三声 原来你是个宰女啊 笑死 笑死 这大声技术打败的死 太早 海梦毫不留情甩他一记臭脸 转身离去 他表示 嘲笑别人喜欢的东西 非君子所为 一句话便入了五条的心 那是个与他截然不同 能够真实活着的人啊 放学后 同学将职丢给他一人去做 五条习惯性忍气吞声 扛下所有 恰巧 海梦也是惊天当职 他点破了男主被使唤的事实 让他要学会勇敢 为自己发声 此番话在五条心中 久久挥之不去 回到家 他一如既往 沉浸在爱好中 不料缝纫机 恰时手中正寝 五条灵机一动 在隔天跑到学校的 被俘准备室 借用电动缝纫机 这里被慌着许久 来了也不会被人瞧见 才对 啊 是看垃圾的眼神啊 没想到 海梦兴奋过度 呼吸变得极醋 大力称赞男主的授意 初次获得认可 五条心生愉悦 突然 海梦脱起了衣 五条急忙 飞里卧室 但那稀稀碎碎的声音 着实让人心痒痒 再一回头 海梦换上了剪裁不整的连衣裙 与原图对比 简直惨不忍睹 触及专潮 五条不由自主 淘淘不绝 对大笑细节进行批判 回过神来 已经说了以丢丢势力的话 海梦没有在意 反倒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他 这件衣服是用来cosplay的 他觉得这是一种爱的表现 无奈他在终性活方面没有天赋 再紧求五条帮助他做cosp 回想起海梦这些日子所展现的 意义生辉的面貌 五条虽没有把握 却还是咬牙答应了请求 海梦感动落泪 终于能够cos喜欢的角色了 不不不不 这怎么会想象的不太一样 啊没听清啊 神力是一款后宫游戏 类型应有尽有 比如凌辱啊 信奴的 一句都听不懂啊 怎么切啊 难道是个 看着五官乱飞 啊是我太傻太天真 海梦想cos的是一起的角色 五条疑惑 一般女生不都不喜欢这种东西吗 放屁 泡妇就爱看猛男爱看的视频 难道泡妇是猛男吗 五条新潮澎湃 两人迅速展开讨论 cosp设计上 海梦有一本详细的指导册子 今天在意外 明天起又是周末 五条提议下周在意 至少给她两天时间消化这刺激的内容 但海梦已经等不及了 在隔天居然找到家里去 带了份知识蛋糕走见面里 就直接闯进五条的房间 但要大摆地 捣鼓这和那的 最正直的五条 大到停止运作 事不宜迟 赶紧开始制作衣服的第一步 量三维 五条含羞答答 迟迟不敢行动 海梦看穿她的顾虑 早就在里面背后一件泳衣 一旁的物体已飞升上天 自古的未解之名 内衣和泳衣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五条勇敢跨出一步 从头位开始量 她的眼里没有其他 只有圆润的头 接下来是肩围 这次让海梦撞过身 就没问题可大了 好在这时 海梦告诉她 这全都是为了准备COS必要的过程 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五条毛色顿开 开启认真模式 不稍一会儿 就完成了这艰难的一环 没有想到 好戏还在后头 海梦让她也量量腿围 一并把鞋子也做了 五条想要去搬椅子 海梦直接坐到她的被褥上 表示这就很好 一点也不好 很脏啊 快下来 五条再三磕头求饶 那两海梦欲腿一伸 在她的膝盖上反复揉搓 加上致命一句 快点搓吧 五条理事断线 没有了接下来的记忆 难度继续飙高 最重要的雄围还没凉呢 看着喧嚣怂动的珠穆朗玛峰 五条全身的心包都在喊慕里 已经催促 她们不点上前 与双峰来了个近距离对视 五条凭借一致反复自我催眠 又完成兼具一任 难料最终boss才要现身 熊与熊间的距离还没凉呢 五条 足 这次拒绝的理由还算有理有据 因为她怎么可能知道 奶奶的头在哪个位置啊 海梦终于放过五条一次 自己拿齿梁 最后来到下档 这次不用看脸 想必是save了 五条拔齿一声 上面传来一声若有似无的交传 往上一看 海梦的脸红成了猪头饼 这次换成她不淡定了 前面那些都过来了 怎么会想到她还会害羞呢 纯情的五条弟反应 她太热了 起床就去开空调 原来稳如泰山的烂梅小姐姐 弱点竟是这 又是一日清晨 五条发了有关海梦的春梦 早起梦仪了 没办法只能掳一把 事后有心怀愧疚 无言面对海梦 来到学校想偷偷避开 可人家对她可热情了 海梦的朋友跟着围了上来 见五条面露蓝色 便斥责海梦不要为难人家 海梦打赏她的肩膀 想要表示耳朵很熟 眼见海梦对她一如既往的日行 五条心中暗自高兴 路人夹衣柄却一开始叽叽歪歪 说他们就不是一路人 为不影响海梦的形象 五条用尽办法回避她 可她怎么躲也赌不过海梦的死缠烂打 在回家路上被抓个正着 在海梦的质问下 五条念入着说出在意的事 但这些对海梦而言根本不值一提 他们早就是朋友了呀 说完海梦抓起五条的手 直奔购物中心的cosplay装柜 需要买的东西一落框 五条为此还特意画了附三十图 把细节全部标出来方便选购 对于粗制大叶的海梦来说 简直是如获至宝 逛了一圈 好不容易来到重头戏 吊带和丝瓦 五条大半辈子都没进过这种店 像只乖顺的小狗公助力在那 原味也不敢乱扫 只求海梦能再快一点 谁知海梦钻出头 大秀性感吊带蛙 说是今天陪她逛街的回礼 或许五条想要更刺激的 不知不觉来到晚上 是宝贺族的二人走在回家路上 畅谈起是女游戏的内容 尺度之大惹得路人频频策目 打住打住 真的只是认真交流 刷起cosplay 海梦滔滔不绝 一嘴一句 跨在APP上的coser有多美丽 在旁的五条寂寞不语 已经追问才说 至今她也没法忘记 初次见到女儿节娃娃 心被牢牢抓住 再也移不开目光的感觉 对她而言 美丽只能用来形容特别的东西 落过一间路边摊 海梦两眼发光 瞬间变身之祸 还说要给五条请客 她心怀感激 五条玩了她推的游戏 还把制服研究的那么详细 就像是茫茫人海 足以找到了 认可她的人 意识到自己吃多了 海梦几红脸承诺 在斩子前都会保持好身材 得知斩子就在两周后 五条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这座娃娃的衣服很费时 现在换成了大的 她可没有星期在两周内完成呀 抱着混乱的思绪回到家 爷爷出门迎接 哪料吊带丝袜出来抢镜头 吓得老人家原地大摔跤 做性检查后并无大碍 只需静养两周 为方便进出医院 还得到离医院进的伯父家休养 五条十分头大 这两周不仅要做衣服 探望爷爷 还有期中考要应付 最不妙的是 这天来得通电话 有位法国旅客不远千里找到这 只为参观娃娃店的工作室 五条本想推脱 可对方很快就要走了 为不让对方拜信而归 五条之后 隐沉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 他白天把该做的事都办好 晚上再不眠不休开车 忙得焦头烂额 忙得自我怀疑 甚至在深夜里多次崩溃痛哭 但绝望的边缘 汗蒙的笑容 还有说过的那些话 反复回放 全部转化成了坚持的动力 五条止住泪 爬起身继续奋斗 终于赶在截止日前完工 直到这时才知道摆了个大乌龙 海梦并没有要求要在今天的展资cosplay 五条对时放下心头大石 海梦却泪流不止 除了感动 更多的是愧疚 自己完完全全 没有注意到这些 让五条独自承受了一切 两位都是真心情 原地结婚吧 事不宜迟 而马上进入cos玩节 经过包装 活生生的小娜 站到了五条面前 海梦兴高采烈 让五条开始拍摄 一开始还做不好表情 在五条的针针教导下 很快便进入状态 完全变身成色气满满的小娜 对成品非常满意的海梦 迅速创了个推特号 将图片形数上载 隔天 二人一起来到cos展资 初次接触这么多的人群 五条又生成新的表情包 这时 卢迪走上前 摄影师走上前 要求替海梦拍摄 好在昨天做个练习 表情观力非常nice 不住不觉 吸引了要排队合照的大长龙 五条在旁观看 又开始胡思乱想 这之后和海梦相处的日子 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这些天的点点滴滴 与木木回放 他喜提朋友 经历了许多的第一次 就像难科一梦 但真的真的很开心 这时 远处的海梦转过声 与五条对上演 刹那进入心中 刻印成了永恒 这一刻 他心动了 海梦全力奔向 五条的方向 告诉他 原来昨天晚上 海梦擅自加了秘密武器 两层隐形胸罩 可入带 是完全依照 他的尺寸去做的 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 另外 大日天下长时间戴下发 穿制服 他已经快撑不住 汗流成河了 二人躲到五人的楼梯 五条买起防暑用品递给他 海梦毫无顾忌的解开领带擦身 惹得五条眼睛直勾勾 秘密武器的威力是真的大 好不容易赚一注意力 到网上查还能做些什么 网友来了记神助攻 提松开衣服 让身体散热 在海梦的要求下 五条鼓足勇气上前 谁知往下拉一寸 海梦升高一个key 还要求五条给他擦背 五条的手碰上后背 开启了海梦的开关 可恶 在外面不要乱来哈 五条修好脸 让海梦克制一点 他却表示不够 先开裙底还要继续擦 爽过了也玩过了 乘电车回家时 五条向海梦郑重表达现意 随后陷入无尽沉默 这时海梦帮出一句 下次要cost什么呢 原来以后 还会有很多很多相处的时间 五条南夜欢喜之情 被海梦当场抓包 调侃了几句 他换上严肃的神态 告诉海梦今后请多多指教 疲倦改袭来 五条渐渐睡去 半梦半醒间 他想起了惊欲 那令他无比心动的瞬间 随即脱口而出 北川的女人 非常漂亮 上集中 海梦与五条两人都纯情荡漾了 南方的态度一如既往 当时女方这边来了个360度大转变 她的游人有余尽尸 望向五条的眼里 止不住冒着粉红泡泡 两周实现已到 疗伤解说的爷爷回到家 刚进门就瞧见孙子手抓湿透的性感服装 旁边还来了个绝顶大美女 爷爷的背又折了 好不容易才解释清楚 对上专业的爷爷 五条经不住侃侃而谈 在旁的海梦望得入了神 泪细细一落筐 这不是喜欢上了五条君吗 还是 TOTEMOSKI 爷爷要小姑娘留下吃个晚饭再走 海梦今儿发现 五条不仅手艺了得 厨艺也是绝佳 她的双亲早早离世 这才练就了一生无意 没想到海梦也是同样的处境 她的母亲因病过世 父亲被调职 至今为止都是一个人生活 但也不是人均五条 平日她吃的 可称不上料理二字 爷爷于是邀他以后多来蹭饭 到了晚上 五条如常送海梦到车站 普通的路程 普通的对话 普通的道别 海梦却会没来忧的紧张 满脑子装的都是五条 想来已经深陷其中 一日雨天 店铺门外来了位真人偶 爷爷误以为是孙子的朋友 将全身师的他招待进家 顺便借了浴室 五条朋友不多 就海梦一个 她正在打工 那浴室里的到底是 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就此上演 女孩不慎叫花 摔了个底朝天 光溜溜的板虎 就这样呈现在男主眼前 随着精神尖叫 画面一切 两人穿好衣服就座 女孩直奔主题 她叫杀树叶 修车海梦发布在网上的cosplay图 还以预示车祸妖解五条 替她做衣服 没想到 眼前的女孩竟是cosplay界 鼎鼎大名的coser 朱朱 也是海梦的爱斗大大 放红回来的海梦 瞧见本尊 克制不住自己 开启猛虎模式 闹剧后才进入主题 朱朱此番前来 是想委托五条 替她做紫园的黑百合服装 角色出自花公主烈动画 女主紫园在发现大boss 是亲姐姐姻姻缘后 诞生出黑百合形态 自信与不服输的态度 深深吸引朱朱 为了完美cos出 自己喜欢的角色 朱朱希望五条 能够替她量身定制cos服 双方谈论后 朱朱便向五条要手机号 见识联络 只会限于服装上的沟通 让海梦这位女友别误会 五条哄的一声 炸出表情包 盲不叠解释两人不是那种关系 在旁的海梦却乐开了花 为了这次拍摄 朱朱特意租了间摄影棚 海梦抓住机会 表示会分担租金 只要爱斗答应和她搭档 一起出cos 抱着破釜沉重的心态一问 朱朱居然答应了 五条开始着手准备 首先是了解剧情 正好海梦家中有份 完美典藏版的DVD 隔天一早她便来到女方家拜访 却见海梦一衫不整的冲出来迎接 那双能够看穿一切真理的眼睛显示 眼前的女人没穿奶罩 望向景中的自己 海梦瞳孔真大 担心的竟是 自己没戴隐形眼镜 好不容易整理好仪容 海梦摇五条一起看DVD 到了中途才意识到 一起窝在房间里包剧 不就是居家约会吗 久违的独处 眼前的五条又开始闪闪发光 典型的我看剧 你看我 谁知肚子突然想起 美好的时光被打碎 海梦自己也要下厨 给五条做个蛋包饭 准备途中 动起了各种少女心思 要不在上面撒个 拉夫拉夫吹热热 幻想后又忍不住哈兹喀戏 一系列小举动 实属恋爱中的少女无误 无奈灵极补救没用 出来的成品一团糟 就算如此 五条依旧在认真品尝后 给予由衷的夸奖 告达已成事实 能够不点破并及时安慰 化解女方心中的尴尬 这种宝藏男孩呀 越了解只会越喜欢 接任后 五条将画好的三十图 发给猪猪 在了解到猪猪的cost 都是由妹妹拍摄后 决定向本人请教相机的用法 甭以为小猪猪 应该会是这个样子 没成效实体震惊我吗 说是猪猪声 就178公分 还有对惊人的sus 妹妹叫新手艳 对拍摄颇有研究 还是她提起接 创立cosmin和账号的 不过因为个性泪烈害羞 自己想尝试cos 也万万不敢说出口 通过她的科普众人才知 一步相机 价格不菲 出于热爱 她们毫不犹豫 决定存钱买下 这之后 转一起去勘察摄影棚场地 地点就选在 模拟动画场景的 飞机医院里 来到入口 朱朱迟迟不敢走进去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还是被银森的环境 吓得寸步不移 即便如此 她还是坚持要亲自勘察 朱朱告诉五条 小的时候 她的梦想是成为魔法少女 身上初衷便知道 这是无法实现的 直到一次机缘巧合下 接触到了cost服装 当时的字引 化妆调整一样不会 出的cost惨不忍睹 愉悦的心情 却已绕在心中 可见此次的cost 对朱朱来说有多重要 五条身怕担不起大任 朱朱却告诉她 自己对她做的服装 一见钟情了 甚至还隔着屏幕 嫉妒起了海梦 那时她就知道 自己非她不可 五条听后热泪盈眶 抓紧朱朱的手 身表感激 17年来 从未与欲兴有过肢体接触 蜘蛛足 一日海梦带着五条来到了海边 原以为是想要尝试逆光拍摄 但实情上就是来玩的 望着海梦自由奔放的背影 连胖子都露出来了 五条一时不知所措 在海梦的召唤下 她便也跑进了海里 第一次碰到海水 第一次泡脚 各种各样的出体验 让她一惊一乍的 她告诉海梦 从小她就忙着练习做人偶 无暇关心其他事情 现在看来 所有的感受都与电视上描述的截然不同 海梦心里一动 约五条以后一起去各种地方 男孩答应后 她强烈害羞逃离现场 又开始各种少女新的小剧场 望着五条的背影 她不禁举起手机拍下 你光拍摄了 果真不错 这日 五条完成Cost的采买工作 与海梦到家中集结 与进房 海梦掀开全体大陆胖子 惊得五条往后弹射 原来是想笑她新买的友装 可五条真的没有办法直视 几周后 Cost成品出来了 猪猪失穿后格外满意 两人聊着Cost的知识 有位专业 海梦听着分外羡慕 到了她这边 除了说超棒 也只能说超棒 在两人的交替帮助下 海梦也怀约了黑翠蝶花的角色 来到摄影棚准备 一场惊喜不期而至 此人竟是新兽 事情还要追溯回到初见那天 在海梦问新兽 为什么不尝试Cost的时候 五条注意到了她回答时的语言幼稚 所以在私下询问她 新兽鼓起勇气 把真实讲法说出 她一直很羡慕姐姐能够自由cosplay 也确实想尝试一二 可喜欢的角色与她格格不入 她深怕成品太奇怪 会被姐姐给讨厌 五条随即温柔地表示 Juju一定不会随便否定她 且只要她想 她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人 在五条的鼓励下 新手终于勇敢踏出第一步 把想Cost的角色告诉五条 萨玛哥哥也是出自花公主列的角色之一 姐坚强又帅气 深深俘获新兽的芳心 最大的问题显然意见 就在欧派上 Size太大了要怎么隐藏 另外她是个学生 没有闲钱购买装备 好在萨玛哥哥的制服 与五条的校服很相似 接触自己的 就能省下服装费了 静后新兽幻音的奸细 五条心想 若是海梦要和她借来穿 又会是怎样一副光景呢 打住打住 此时新兽也换好衣服了 果不其然 妄想遮住双风还是太天真了 努力憋住呼吸 扭扣还是受不了冲击 差点成为凶器 五条膝脚后决定效仿和服穿法 让新兽试试用缠胸部裹住她 虽然腹部没那么突兀了 可红位还是遮不住 五条于是上网搜查Costman 都是怎么做的 原来他们有件叫树胸衣的神器 效果显著 价格也清明 最大的终结就这么解开了 接下来需要购买假发 还有彩妆用品 采满前 五条需要替新兽两个头围 嗯 这份工作叫什么 绅士们记笔记轻盈平哈 由于这次的变身计划 乃是二人要给猪猪的秘密惊喜 假发也需要亲自下场修剪 五条犹豫了半天 还是下不了手 生怕击毁了难得的材料 新兽略显惊讶 在他看来 五条君像是无所不能 五条告诉他 自己也曾经是这么想某人的 闪闪发光的海蒙 似乎永远不会有烦恼 但一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 才知 大家都是一样的 都做不到的事 不顺利之时 只是都藏在了心底 没有说出来 经过五条的精心改造 萨玛哥哥来到了三次元 海蒙二人化身小迷妹 疯狂死过瘾 收到来自心爱姐姐的认可 新兽热泪盈眶 初次体验到了梦想成真的感觉 之后几人前往摄影棚场地展开拍摄 周周对五条表达了感激 他知道 五条悄悄替新兽出了一些小钱 但最感激的 还是他对妹妹的关心 若不是五条 这一大底海蒙在鼓里 对妹妹一致半解 五条安慰道 这并不是竹竹的错 只是大家呀 多少都会害怕 把想做的事 说给别人听 温柔的话语直到心底 让竹竹脸颊一红 似乎也动心了 拍摄进行得非常顺利 成品照也是没话说 事后还蒙询问才知 为了准备萨玛哥哥的COS 五条与新兽 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不知有了多少读数时间 他鼓起摔帮子 似乎要编身成 真的黑碎蝶花了 暑假来临 一次聚焦看片 被新的角色迷上 汉梦又想尝试COS 角色名叫贝罗妮卡 特色是黑肉 鲨鱼翅 以及若隐若现的下乳 这次的衣服极为简单 甚至暑假的空余 五条很快便做好了 而这边 行动力超强的汉梦 居然跑到海边晒黑全身 才怪 今生是我的深色粉底液 如此就可以马上还原贝罗妮卡的肤色 汉梦来接浴室洗澡 因着一只星期 什么都没带 五条浴室给他贝罗件替换的衣服 喜欢的女孩穿上私服 惹得五条心跳加速 回到主题 为了这次的COS 汉梦特意买了张粘贴壁纸 使用这个便可以在任何地方还原场景 非常方便 道具极其了 唯有杀浴室怎么都找不着 惊喜的是 五条尝试了用假指甲模拟 出来的效果非常惊艳 知道五条便衣不多 海梦变态塌到色谷 要给他买衣服兼搭配 但美女的衣品着实不怎么样 选的衣服花里胡翘 渐渐都是雷中之王 沉浸在爱情海里的海梦情人眼里出西施 只觉得五条穿什么都像沐春拓在本在 横看树看都帅死了 期间海梦少女星大发 和五条选的剑一样的 想要神不知鬼不绝地来见情侣服 这么难看 五条真是有苦难言 之后二人到处走走看看 吃好吃的 做些笨蛋情侣会做的事 本该是美好的一天 没想到这时 五条却说 自己不打算参与贝罗尼卡的COS了 欢若一桶冷水浇到身上 海梦伤心的问他为什么 五条支支吾吾的说道 海梦脸甲刷得一红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他的心情随着五条的字句起伏 这才放下心头大石 随即表示理解他的顾虑 但既然衣服做也做好了 穿上试试还是会的 两人坐在大街上各怀相似 沉默了数秒 海梦兔地伸手拉住五条 凑近他的耳边 瞧蜜蜜说道 开个玩笑 是开玩笑吗 交流给观众去判断了 酷热的夏天 在海梦的代理下 五条来到漫画咖啡馆进行出展 这时没想到 厢房的空间如此之小 两个人稍微挪动身体 就会碰到一起 难道是自己见识前了 这是正常的 这时海梦取出一本漫画 推荐五条一定要读读看 漫画是日常细思功格 讲述身为超常销作家的男主 阿耀 每晚都在忙着写小说 淫魔 丽兔丽兔 于是想尽各种办法 要让他入睡 海梦对半双蛮尾 巨妙抵抗力 非常喜欢利自揪 可却不打算出cost 宣问后才知 他没有自信能够cost好 这么可爱的角色 五条神情认真地 盯着他两酒后说 他觉得海梦很适合呀 若真的喜欢就试试吧 发型的问题由他来解决 唉 这么一说 女孩只 又又又行动了 但以后五条才知 淫魔是一种 让男性做色色的梦 然后吸取精气 把他们杀掉的恶魔 听起来很血腥 五条抱着满腔忧虑 翻开一读后 却被利自揪 傻乎乎的形象给萌化了 同时间 五条也发现了难处 因着简略的画风 服装背面的设计 完全被遮住了 也就是说 他需要自己去思考 该怎么完善设计 这将会是场崭新的尝试 很快 海梦买下了 像利自揪的泳装 并打算另外找个场地拍摄 千想万想也想不到 场地竟是爱情宾馆 平时要挡住攻势 已经不容易了 这刺激 五条可受不了 他们是未成年 怎么能来这种地方呢 说得挺有道理啊 但钱花了 不用白不用 他们起身就要去准备COSP 警觉这里还有浴缸 随机要五条 一起抱吧 今后的当儿 五条心虚不宁 提起遥控器 尝试赚意注意 谁知里面播的 都是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趁着四下无人 五条目不转睛地看了几准 直到海梦特地从预示出来 他表达了对COSP的喜爱 为了制作这件衣 五条事先做了不少搜查 自行幻想并补充上去 可毕竟出自尝试 他心里害怕 不按着原作作是错误的 海梦告诉他 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惯不怪了 创作者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作品 这便是COSP的有趣之处 震惊不过三秒 海梦便提起了都市传说 据说把保险套装进钱包 会财运滚过来 在他的强迫下 二人更往钱包塞了一个 之后在五条的帮助下 海梦顺利变装 活生生的李子鸟 让人无比惊艳 五条准备了一堆小道具 想要重现各式各样的场景 由于海梦的性格 与李子鸟一样活泼俏皮 白起表情动作无难度 拍摄进行得非常顺利 很快来到最后一幕 也是重头戏 是李子鸟给阿药唱摇篮曲的场景 五条尝试从旁拍摄 出来的成品像是缺了什么 五条浴室让海梦坐到自己的身上 要尝试从阿药的角度拍摄 终于拍到了满意度100%的照片 让人遍体有多开心 全然没发觉现在的姿势有多暧昧 这时隔壁房传来了声音声 五条头脑晕眩 纵然雄起 他大叫着让海梦紧急撤离 还伸出手要把他推开 谁知这一碰 竟碰上了人家的基点 海梦猝不及放下发出娇窜 伴随而来的是一世漆黑 昏暗的房间 暧昧的姿势 情窦初开的二人 差不多要擦枪走火时 电话铃声响起 提醒他们是时候退房了 再下去就是本子 不是手爱翻了 残留着云云 回家路上二人各怀心思 再没说上半句话 这次经历对五条的冲击太大 回到家干了什么 留给小伙伴自己遐想了 时间飞逝 暑假过去一半 这天五条收到了海梦的求救短信 原来为了攒钱买相机 他把时间都花在了打工上 却让忘了还有功课这回事 也是这时五条才知道 海梦竟是杂事模特 在五条的帮助下 他好不容易写完英文 却发现数学作业留下了学校 没办法只好跑一趟 路上一时耗玩 海梦擅自闯进学校泳池 本来只想抛个脚 结果一不小心跌了进去 海梦还不会游泳 差点溺斃 后再五条及时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 就算如此 他还是很享受大海边去玩的感觉 那种坐在沙滩上听海浪拍打 望着海面反射阳光的感觉 是如此舒心 海梦接着告诉五条 最会努力写完功课 到时就一起去祭典走走看吧 在五条的应语声中 一日就这么结束 海梦成功赶在夏天结束前写完功课 然而按照约定来参加祭典 为了今天 五条特意穿上顺平 海梦也穿上了寓衣 望着美人 五条一时出神 来自喜欢之人的害羞 让海梦心花弄放 之后还故意各种展示后景 只是五条圈没有看懂 很快便到了烟火时间 这是五条第一次到现场看烟花 望着寂静的夜空 一次次绽放出绚丽的颜色 周遭弥漫的火药与烟味 群众的喧嚣 无感极其 每一样都真实地冲击着心灵深处 那之前的好多好多年 她的夏夜都卧在房里度过 可今年 出现了一个女孩 带她去看世界 墨基传得太久 磨破了脚踝 五条只好背着海梦 去便利店买OK棚 因为她的关系而终断着短暂的美好 海梦心怀欠揪 约五条明年再一起参加祭典 一句承诺让五条欣喜若狂 这个身为已经很不错了 但后面还来个小彩蛋 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 海梦看了鬼片怕的睡不着 所以早上五条要求保持通话直到入睡 两人天南地北的聊了几小时 海梦的心情逐渐恢复平静 五条也差不多要被周公带走了 零睡前她告诉海梦 今年真的特别高兴 转眼间 两人一起经历了好多好多事情 记载了数不清开心的回忆 听着电话一头传来的呼吸声 海梦轻轻轻轻的告白了 晚安好梦 五条君 好啦 这就是恋上换装娃娃的全集内容 感谢收看 本季最甜 真是看的泡夫 一迎未尽啊 这里给动画组一次磕头膜拜 最后喜欢的家人们 记得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爱你们哟 我们下期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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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コメ PiS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